我只是没想到 他对爷爷这么狠心 高朗 你不要伤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谢谢你 不用谢 我是你老婆嘛 对了 明天拍卖会 我陪你一起去 我跟你撑腰 还是算了吧 你跟我一起去 你也会很难堪的 我不去 你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 就一个拍卖会而已 我一个大男人 有哪有那么好欺负 听话 糟了 高老公就带万家拍卖会的请柬了 这里应该就是万家的拍卖会现场了 又是一个穷位 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往里面乱闯 我可是受万家邀请来参加拍卖会的 你说是就是 请柬拿出来 有 糟糕 我们会是把清点忘在家里了吧 怎么样 找到没有啊 可能是忘在家里了 这样 我能不能先进去 待一会儿我让家人送过来 我劝你说话客气一点 对你这种想混进拍卖会的穷鬼 我根本就不需要客气 滚妈 哎 灰了你滚你没听见呢 怎么跟你解释不清呢 都跟你说了 请柬真的是忘了带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哎 老子见过的人比你吃过你多多 就你这种小鸡俩还像灰老子 我他妈看你找着咋 哎哎 你怎么要打人呢你 要不要这样 我让家里人给我送请柬 我在这儿等你总可以了吧 不行 看你穿这个穷山样 你站着我嫌恶心 你 行了 你啊 别和我装了 赶紧有多远滚多远啊 什么叫保安了 你们太狡眼看人低了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这么以貌取人 你怎么说谁是狗呢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一个小小的侍者 竟然如此嚣张跋扈 我是侍者 但也是万家的侍者啊 你呢 你又是何方神圣 我真是万总邀请来参加拍卖会的 我是高家的大少爷高朗 哦 我当是谁呢 我原来是那个高家的灾心少爷高朗啊 我 你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你这个死在心溜远一点 免得沾上你的晦气 倒霉 你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万总怎么可能请你这个温神过来 四个人都害怕你吧 你不要气人太甚 这样 你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待会就把情节送过来 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 还打什么打啊 躲啊躲啊把这个灾心给我赶走 你敢欺负我老婆我看你是活腻了 初夏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被欺负呀 看你们两个没有情节的骗财长对我动手 我看你们是 登大年的国家好好看清楚 谁是我们没有情节的 这是不是你们万家亲自发的情节 呃是万家的情节 可是啊你们是高家的人 万家不欢迎你们 可以滚了 我们可是万家请来的客人 你凭什么赶我们走 我让你滚你就滚哪那么多废话 你滚 你 苏夏你没事吧 哦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村屋啊 外部的说话那么串俗 你乡乡乡徒乡 赶紧带情节果嘛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就参加万家的贪卖会 可笑 捡起来 嘿 我就不捡 你能怎么样 我看你是找打 哎 哎你还恨上的是吧 哎有能的你就打呀 让整个省城的人看看 你们高家有多么仗势欺人 打呀打呀来 往这儿打 来来 动手呀 怎么 不敢呢 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还有更过分的呢 要不要试试啊 我们要是不走呢 不走 你就站着呆着呗 反正有我在 你们两个别想进这个门 你 高郎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去去就回 你们两个想要干嘛 我告诉你们啊 要在这儿动手 你们可就真别想进去了 毕业啊 在万家门口闹事的客人 没有人会欢迎的 谁呀 赶着我们万家 开卖会门口闹事 哎大少爷大少爷 是高家人 高家人 你不是高贼 你是 我是高郎 高郎 高家那个死了亲妈的大少爷 你怎么来 高贼呢 他 他被你抓住 没敢来 高贼那个神父 哎 你怎么来了 你就不怕本票签目呢 这拍卖会上 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不得不来 想要的东西 该不会是你们高家为了筹钱拿出来卖白糊春日图吧 对没错就是卖火春日图 这样啊 看在你是 替死鬼的份上 本少也就顾问了 多谢万少爷 别忙着谢 要是想进去开卖会啊 你得趁着爬进去 你说什么 我说本少爷大发自卑 让你爬进去 要不是看在你是个替死鬼的份上啊 那是高贼来啊 我早就把他的腿给打断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爬啊 我们火灾难会被要开始了 对啊 要爬就赶紧爬进去 本少爷的耐心有限 待会儿说不定赶上去就赞魂了 赶紧爬啊 快呀 为了爷爷 我一定要把春日图拿回来 大帅你看 他要爬了 还真是疯狂 狗都没得我穿这么疯狂 嘿嘿